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演员们的服装都大同小异 偶尔有穿亮色衣服上台的 绝对会掀起一波潮流 舞台上挂个红灯笼 摆个红花灯串 就是最有年味的体现了 90年代春晚逐渐鲜艳起来 仿佛没有春晚hold不住的颜色 越缤纷就越热闹 到了千几年 春晚颜色不再多 而再潮 红蓝 黑金 即使到现在也依然流行 近些年 春晚中的颜色处处体现着中国色彩 有的回归传统 将青花瓷的蓝白配色搬上舞台 让杂技与传统审美相融合 有的将中国意韵具象化 淡雅的配色奠定了晨光曲优雅的气质 贴近日常又充满诗意 敦煌飞天 浓郁的颜彩配色 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艺术的洒脱 看山看水看中国 看近的是各色花灯 看不近的是大美中国 颜色还是那些颜色 但搭配起来极具国风 在时尚与传统中任意切换 春晚正用中国色彩掀起新一轮国潮风 春春子 审美进阶之二 舞美 过去的春晚舞台面积不大 和观众的距离特别近 有的节目甚至是从观众席开始的 就像是在自家门口 家人朋友一起围坐的茶话会 特别的亲近 后来的舞台越做越大 也越做越精致 LED的出现更是春晚舞美 变成高定 为每个节目定制不同场景 细雨飘零的水箱 一望无际的稻田 枝繁叶茂的竹林 我们跟随舞美的变化 穿梭在一个个场景中 2012年 全息LED屏在春晚应用 孔雀开屏的经验效果 瞬间冲上热搜 第二年的春暖花开 舞台配合歌曲 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森林 让我们经历了春暖花开的全过程 春晚黑科技还在不断升级 人凭互动 全息投影 让舞美发挥到极致 而无人机的朱莉 也给春晚舞台带来了不少惊喜 作为我们的老朋友 春晚见证了我们38年的生活 一部春晚审美进阶史 背后是我们生活的变化 与审美的提高 未来 期待和春晚一起记录下我们更多的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